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4.6版成就攻略合集 P6成就,慰照的封印咒附 P7成就,金副装的3 P8成就,即位 P10成就,请转告王城的公民 P11成就,根本没长马 加强上的奥德赛 这一批是帮于水晴换人的成就 需要我们击败处于强化状态的水晴换人 我们开始挑战的时候先压血量 尽量压得低一点 因为他的强化时间很短 然后等他吸收这个小水滴 吸收王变大之后 一定要等吸收完 然后我们再开技能 把他击败就能拿到这一承就了 这一体验我们拿的是周笨吞心之精的成就 我们可以选择最低难度 最好带有蛮荒属性中击的角色 这一批Boss我们尽量不要压血 要不然的话他血量小于3分之1 是不会把我们吞进去的 进来以后和这一托车战斗 成就达成条件是我们不能被 托车召唤处的这些唤醒击中情况下 把他击败 他要召唤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空壳进行忙慌中击 这样就能中断他的技能 选低难度是因为我们如果伤害兜的话 直接把他打了 这样也能拿到成就 这批我们拿引上零售的成就 全数可以对 我们在挑战的时候需要带一个三射队 冰火水雷任选击伤 再带一个大剑角色 这次成就需要我们通做元素反应 仓晃引上零售两次 第一次他会的技挂鼠 我们用冰元素把它冻结 然后用大剑击破 第二次则是召唤三颗风球 我们用不动元素来染射 两次刀晃之后 就能拿到极未定成就 这是一个任务后续成就 小胖们需要先坐往这边 这个开途主线 斜律上的勇套斯 全部坐完之后再过来 好然后我们来坐这些奇皮疗 到这之后把线转到 我们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好过来之后 分两种情况 这里会自动出发一只任务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没有出发 你就直接喂猫 再往前为了救虑 明天这任务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随便传送到一个比较远的提皮点 好之后再打开地图 我们回到刚才这提皮点 再去刺 刚才的地方 不用动方向 静止朝前走 这次来 我们是来喂猫的 来这边投喂一块 这个食物 就能拿到成就了 这个四组的直分 好现在我们在切萨勒姆中 从上方这个隐藏提皮点 如果没开的小伙伴 你从这边或者这边 他能从那边游入来 从这游进来就行 好到这之后 不用动方向 我们静止朝前走 来和这个雕像对话 然后我们会经历一丝打断 小伙伴们记得换阵容 好像是要打三波转物 然后这里选择 带我去吧 完之后把视线转到 我们西北方向 回去和这这雕塑对话 对话完成 我们就能拿到成就了 好就能拿到这个成就了 这皮是装鱼地图汤索得了两个成就 需要帮我们先用来到 佩特利口镇下方 这个提皮点 到这之后 把视线转到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好从这边上来 上来之后 继续朝前面走 前面有几个薄荷 然后我们创作这个树丛 过来之后 这边还有一只薄荷 在下面有一只挖掘 然后可以挖掘出来的宝箱 接着我们需要猜 不错的懂 还有这独老的纸条 接着我们需要阅读一下 然后拿上之后的话 把猜地图 来到这边这个封本处 到这之后把视线先转到我们的东北方向 然后沿着左侧地的伤体 走出来 然后逐渐把视线转到我们西北方向 在前面这儿有一个小破床 它这石头中间有一只挖掘 你把它挖出来 是不错的东西吧 然后的话 我们踩踩地图 回到当踩地的提皮点 是不错的兴趣吧 这次到提皮点之后 把视线转到我们东南方向 小地图的右下角 然后留好体力 我们要游到对面那个 让传锚点处 这边不让钱碎 好 过来让传锚点 旁边就有一种挖掘 然后我们把它挖掘出来 然后这边这狗老的纸条 堵不堵都行 之后的话 再把视线转到我们的西方向 小地图左手边 从这边走 然后游回去 之后我们再朝前找 过来之后 会看到一只水塘 然后我们贴了左手边 这边走过来 过来之后 会看到一个采集物 这个木杰草 旁边是一个挖掘 好 然后挖出来 就能拿到这一层就了 这一层就拿上以后 我们打开地图 好 来到这边 寄个褪色古堡的自己提皮点 到这之后 把视线转到我们的东北方向 来 先跳下来 在这儿有一个演奏 我们需要完成这一层的挑战 把这个方船演奏给它完成掉 好 然后我们可以按记键 这边可以把这个球给它定做 然后我们需要收集球 就大家实际的玩法 那中间我剪掉了 为什么难度 好 等演奏完成 就能拿到这个成就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拿上前面 这边的音符 这音符是后面 那个演奏乐谱时候用到的 这边的演奏乐谱时候用到的